并且啊,这次剿匪啊,哎,这个兵啊,太多了,是这个兵力过多吗?哎,不是,是这个处处过多,光这个兵勇啊,就来自四个省,它分上下两游,这个上游呢,是云南贵州兵,下游呢,是湖广广西兵,您想想这七拼八凑的部队,它能吊到一个湖里去吗? 你好,我是公伦流石,欢迎来到书馆啊,咱们一块聊天剪故事,上一篇啊,咱们开了个头,咱们要讲啊,这个十权老人乾隆的十权武功,昨天啊,咱们开篇的时候就交代过了,在这个清中期以后啊,很少人有提这个乾隆皇帝的十权武功,那他们是怎么叫呢?他们都叫十大武功,家道以后,这大清国呀,逐渐衰败,很多人呢,就从这个迷信上找原因, 他们认为呀,这乾隆皇帝呀,把这大清国的运输啊,输到头了,为什么呢?这个月满则亏嘛,你这十权十权,这匹极了呀,他太来,太极了,匹来,您这十权过后,那可不就该走下坡路了吗? 尤其是慈禧,在这个慈禧太后的嘴里呀,基本上提到乾隆都是十大武功,很少说十权武功,这几句闲言勾开,咱们书归正传, 昨天咱们说到哪呢?昨天咱们说到这个,雍正十三年的二月,这苗江啊,他又反了,有人说呀,这就是改土归流的后遗政, 因为这个雍正朝的新政啊,本来就是有一部分人支持,有一部分人反对,那这个边疆之乱呢,报到京师以后,雍正皇帝说呀, 那咱就先别讨论到底是谁对谁错,既然是反了嘛,咱们赶紧评判吧,于是啊,就在这个京城里啊,迅速的成立了苗江事务处, 这苗江事务处是由谁来领弦主演呢?哎,就是说是谁来代班呢?哎,还真不是一个人,哎,是由这个内阁首席大学士, 厄尔泰,竹礼,宝亲王红利,和亲王红昼,这两位皇子爷呀,共同协礼,会同军级大臣,一同处理苗江事务, 那这呀,是坐镇京师的平定苗江总指挥部,那么派到前线十级,深入到苗江六厅, 去具体主持军务的,又是什么人呢?谁去这个苗江啊,主持军务,咱们先放一放, 我先得跟您交代一下,它什么叫做苗江六厅,这苗江六厅啊,它又叫做新疆六厅, 这个新疆啊,可不是咱们现在说的那个,我们新疆好地方啊,那个新疆, 这个新疆啊,说的是在贵州,新开辟出来的苗江土地,用这个大清国的话说呀, 他们叫做画外生苗,这生苗跟熟苗,又有什么区别呢?在这儿啊,我稍稍的给您解释一下, 您看啊,昨天我跟您说的那些,哎,有吐司的地区,哎,那就叫熟苗, 它为什么呢?因为这个吐司啊,它再混蛋,必定啊,是朝廷任命的, 换句话说呢,早些时候啊,这些吐司,它是承认朝廷的,朝廷呢,也承认这些吐司, 可是这群的画外生苗可不一样,这些人呢,既不食两汉呢,也不知有明清, 以这个寨子为单位啊,投人就是我们的皇上,我们呢,就是投人的臣民, 所以说呀,这些生苗就更不通王话,那么这是多大的一个地区呢? 哎,这是古州,台肱,青江,渡江,丹江,八寨,哎,这儿六厅, 历来啊,都是这个大清国,在这个苗江啊,最不好治理的地区, 这不就是在这雍正十三年的二月,贵州离平人鲍利,就在这个古州, 打出了苗王将出世的反清口号,哎,造反了,说句实话吧, 有一段时间呢,我们的史书上对这个农民起义啊,无限拔高, 他们说呀,是这个官吏烂争前两导致的古州苗乱, 实际上啊,这个地区原来连土司都没有,哎,你无论是怎么收税, 在这些生苗土苗眼里啊,那都是属于是乱争前两, 这有人造反啊,倒不算什么,关键就怕有人响应,哎, 没过多数日子的,在这个地区,跟着这个造反的苗民呢, 就超过了两万,然后啊,这造反呢,又迅速的扩展四方, 这整个六厅啊,有五万多苗中,跟随这个起军一起抗清, 那既然你反了,这朝廷啊,也就只有一个招, 派兵镇压呗,这朝廷里啊,立刻成立了总指挥部, 哎,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总理苗疆事务处, 随后啊,这朝廷封贵州提督喊元生, 为杨威将军,在前线啊,主持这次平乱, 胡广巡抚,董方为副将,协理大帅军务, 这呀,是针对苗疆的武功,还有文质方面, 在文的方面啊,这朝廷还专门派出了这个老学究, 立不上书张照,给他了一个弦啊, 叫府定苗疆大臣,把他派到前方啊, 去弹压地面,其实这会儿的哈元生啊, 他没在前线,自打这个改祖归流, 做出成绩以后啊,这哈的人呢, 上吊了,哎,不是自杀了啊, 升任这个军机大臣,这古州一描乱呢, 这朝廷一刀胜直,又把他派到了前线, 其实啊,这上方派下来,哎,顶着个脑袋, 带了个嘴的主将啊,是很难领导地方的官兵的, 并且啊,这次剿匪啊,哎,这个兵啊, 太多了,是这个兵力过多吗? 哎,不是,是这个出处过多, 管这个兵勇啊,就来自四个省, 他分上下两游,这个上游呢,是云南贵州兵, 下游呢,是湖广广西兵, 您想想这七拼八凑的部队,他能吊到一个湖里去吗? 结果啊,这四省的兵啊,一字长舌, 在这六天当中,以谷州为中心, 拉开了一条长线,结果啊,您才怎么着? 嘿,一个叛民也没逮着, 那这里边的原因呢,他多了, 首先说啊,这外地兵啊,不知道本地的地形, 这雷公山地区啊,绵延数百里的大山, 哎,藏个几万人呐, 你这平叛部队,你上哪儿筛去啊? 再者呢,说是叛军呢, 实际上就是当地的老百姓, 这锄头拿出来啊, 这日朝前,他就是起军, 这锄头拿出来呢,日朝下呀, 那就是耕田的农夫, 这平叛部队啊,那压根都封不出来, 谁是良民,谁是暴民, 您说这不是瞎耽误功夫吗? 再有啊,这战线拉得过场, 很容易被这帮叛民呐逐个击破, 本来啊,是官军想干的活儿, 哎,让这个些叛军先干了, 让他们抢了先手,先围点打员了, 就这样,这苗疆的平叛之战, 从这个雍正十三年代二月, 一直打到了十月, 到了十月,朝里出大事了, 这雍正皇帝驾崩了, 新皇登基啊,乾隆皇帝就继承了大统, 这苗疆这点事务啊,不用瞒他, 为什么呢?您别忘了, 他是这个总理苗疆事务处领导小租的成员呢, 这乾隆皇帝也深深的认为, 这苗疆事务是登基以后的重工之重, 就在这个时候啊, 竟然还有朝中大臣呢, 跑到乾隆皇帝跟前呢, 山音峰点回火, 呃,虽然这人没来啊, 但是书信到了, 谁呀? 就是刚才咱们说过那个呀, 府定苗疆大臣, 刑不上书张照, 按说呀, 这个张照啊, 是个有大学问的人, 这个雍正年啊, 呃, 这些大型的国有文化工程, 就没有他没参与过的, 可是这回呀, 明显感觉呀, 这张的人张学舅啊, 有点猪油蒙心, 吃屎迷眼了, 他竟然呢, 给乾隆皇帝写了一封信, 那信上说呀, 干脆万岁爷, 咱们把这个苗疆啊, 放弃了就得了, 这改祖归留啊, 咱们也不弄了, 咱们呀, 也不平叛了, 这个地方啊, 穷哈哈, 也收不上什么税, 干脆呀, 咱们也不收了, 就放人这个地区呀, 让他就这么下去就得了, 这乾隆皇帝接到这封诅咒之后啊, 一看, 气乐了, 这乾隆皇帝想啊, 因为这事我看了啊, 是不杀俩呀, 是不行了, 怎么还有人敢在镇面前用领土开玩笑呢, 在领土问题上啊, 这乾隆皇帝登记的衣室, 就和这个满朝的陈公表明过自己的态度, 他曾经说过呀, 本朝既不强取他国寸土, 亦不无故轻让我寸土于人, 雄心壮志的表明, 对领土问题看法的皇帝多了, 吹牛比也见的多了, 什么犯我强悍者, 虽远必诛之类的, 我觉得乾隆皇帝说的这句话呀, 是最有目标性, 最有方向性, 最实在, 最重肯的, 于是啊, 这乾隆皇帝也算针对得起这位老学究张照, 直接呀, 就从那个云贵前线把这张照拿回京了, 问都没问, 就直接给关进了天牢, 那么这个战争失败, 你不能广找这个文臣的毛病啊, 那这武将肯定要负有绝对责任, 那么这彻查武将, 那彻查谁呀, 那就是这个倒霉的哈的人了, 要说这个哈的人呢, 那不愧是清代中期, 这个文武双全的大将军, 倒霉就倒霉在, 这哈的人呢, 是这个清真贵教, 鹿营出身, 这个鹿营兵啊, 可不是这个鹿林好汉的意思, 是这个八旗兵以外的绿旗兵, 也就是啊, 以这个汉人为主的民人部队, 指挥八旗啊, 本身就有点费劲, 再加上啊, 这个军事策略上出现了问题, 战线拉的太长, 不但没有能够成功的剿灭叛军呢, 反倒被这个叛军为点打了圆, 对这个下属啊, 又管理不严, 哎, 关键是他也严不了, 他一个人统四省之兵, 这偏将副将们啊, 哎, 都认不全, 所以说呀, 还经常让这些手下人糊弄, 这帮人呢, 在山里搜了半天, 一个叛民也没搜到, 干脆呀, 就火烧了一个村寨, 再杀上几十个粮民呢, 冒功, 您想想这朝廷一旦查明了, 能干吗, 于是这哈的人呢, 也是被撤职, 调回京查办, 这么一来呀, 不光是前线的文臣武将受到了责罚, 就连在京的大臣呢, 也受了牵连, 总理苗疆事务处总办鄂尔泰, 那可是朝里边的首府大学士, 哎, 饱和殿大学士啊, 首先呢, 把职务解了, 并且呀, 从这个伯爵位上给降到了三等男爵, 这咱得画个括号啊, 实际上对这个鄂尔泰的处分呢, 不疼不痒, 并且呀, 没过几天又官复原职了, 那么既然是这样, 这乾隆皇帝首先惩办了这主和派, 又惩罚了相应的武官和这个朝廷的重臣, 那接下来是不是就该重新派人去云贵, 主持这场平叛战争了呢, 这乾隆皇帝思量再三呢, 他想起这么一个人来, 这就是湖光总督张广寺, 这到了后文书才有这张广寺是一战, 定苗疆,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, 喜欢我的频道啊, 还请您关注点赞并管发您的支持, 是我能持续给您讲故事的唯一动力, 拜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